HELLO 我是小光 好久不見 歡迎又來到每週五的來點20 超級期待的 而且每個單元都非常受歡迎 謝謝大家 除了每天晚上的12點到1點 我们在iRadio的空中见面 陪你一起听音乐之外 好多塔罗的粉丝也要求小光 除了在来电20 有个小光老师的塔罗教师之外 现在在挨碗睡当中 每周五过完礼拜六 最后一集的挨碗睡呢 也是塔罗教师 真的太受欢迎啦 最近呢都跟大家聊韩剧 来电20跟大家聊塔罗 跟大家做一下塔罗的测验 知道一下自己的未来之外 好多来电20的听众 超期待的重点单元 终于又回来了 也就是灵异小光鬼故事 今天我们请到的就是 哇塞 本身呢碰到了很多很奇妙 很灵异的经验 你可以称呼他阿怀 请他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哈喽我是阿怀 你听起来的声音感觉 好像就很诡异的感觉 是这样吗 哈哈哈你本身是 自己是看得到的吗 你觉得 我看不到 可是那为什么 那碰到的是什么样子的情况啊 就是会有一些感觉 跟一些奇怪的状况这样 嗯对 因为我知道像我认识阿怀一小阵子嘛 然后我知道有些你的朋友 好像如果到气场 不是很好的地方的时候 他们自己会有一些感觉 是不是这样 对他们会有 比如说打嗝啊 或是有一些就是很不舒服的反应 嗯 嗯 那如果你看到他们这些反应的时候 你就知道欸 好像这个地方的磁场不是说非常好 是这样 对 那你自己如果到了一些 你有没有去过哪些地方让你觉得不是说非常舒服 有欸 因为我其实还蛮白目的 因为之前念书的那个科系的关系 所以有到一些比较奇怪的地方去做拍摄 但是其实我们不是故意要拍就是奇怪的东西 但是就是会有一些 当那些比较资产不好的地方 就会有一些比较奇怪的事情 或是奇怪的反应这样 嗯 好的 那今天呢 灵异小光鬼故事 2014年秋季最新版呢 也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阿怀他自己的亲身经历 甚至听说好像你的妈咪 也有一些这样子的体质哦 对 我妈妈是看得到的 哦 是哦 对 然后他会有这些的反应这样 嗯 好的 那我们先 先从阿怀开始讲起啦 先从那种比较浅浅的 不会那么恐怖的 慢慢堆叠到那种很刺激 很精彩的 在今天来第二次 会全部告诉大家 听说你在当兵的时候 就碰到这类的事 是什么样的事啊 呃 其实就是当兵的时候 因为我是 我在我的单位是做传令兵 嗯 然后我们传令兵是有一个 属于自己的寝室 嗯 一个传令室这样 呃 跟我们同住的是另外一个传令兵 可是其实我遇到他的时间 不会很长 因为 我们两个是排班制要休假的方式 就是等于说不管是 怎么样的状况 我们都要有一个人留在营中 所以其实大部分时间 我们都是自己睡哪间房间 这样 对 然后那次的状况是已经 就是快借 借满那个 要退伍的时间的时候 然后一次也是排班排到夜哨 呃 晚上因为那时候 我是八月多的时候 那个入伍的 所以 那个时候天气很热 所以接近退伍的时候 也是差不多那时候 那有一天我就是办那个 那个夜哨的时候 下哨之后 我就觉得非常 就是觉得很热 然后我想说洗个澡 因为我自己的传令室里面有那个灌洗室 想说夜深人静应该也不会有人发现 然后我就 我没有开灯的就是进去灌洗 然后呢 就在我灌洗的时候 因为我是把灯关掉洗 因为我隔壁就是长官的房间 所以也不太敢太迷目张胆的去 做这件事情 我就洗洗洗洗的时候 我就听到敲门声 敲门声是来自于 就是房门口 房门外面的那个 我传令室的门这样 我当下是已经有点小紧张到 想说应该是安全事官 或者是班长的 所以我当下就想说 啊 赶快赶快赶快那个 准备准备要赶快出去了 然后正当我把水关掉之后 又穿起衣服的时候 这时候又传来了一阵敲门声 可是这时候敲门声 是来自于我房间内的厕所 然后而且这次敲门声 比较急促而且很大 我就想说 嗯 惨了 长官可能生气了 所以我就 我就硬了一声说 我要出去 我要出去了 我在就是隔不到十秒时间 我就赶快出了房门之后 我发现我的 传令室里面是黑的 然后我就突然惊觉到 我刚刚进来的时候 是有把我传令室门反锁的 就不晓得 那个敲门声 到底是来自于哪里这样 所以就是 你在当病的时候 晚上夜哨结束洗澡的时候 有不知道到底是谁给你敲门 那你一时没反应过来吗 对我当下没有反应过 当下只是很紧张 因为我们关系时间 当病关系时间是有一个 是有一个时段的 所以其实我那时候是 偷偷的去洗澡 因为我自己房间有关系事 可是当下只是紧张 说是不是被长官 或是惊动到长官之类的 所以很紧张 可是结果后来我才惊觉到 发现到就是 那时候根本就没有人 有注意我 就是里面根本就没有人 所以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对 听起来是 小毛 然后如果说自己在半夜 碰到这种事情 当然是觉得说很恐怖 不过这对你来说 还不是最恐怖的 听说你有去拍照的时候 还有更特别的一些体验 让你觉得真的是毛毛的 对那次我真的是有 从背心几剩一阵梁上来 那次是因为我们 那时候因为我们是做 我做毕业制作的时候 我们有需要拍像是形象短片的东西 然后因为搭配配合主题的关系 那时候选中的地点是 台湾第一大的那个 鬼屋在台南的那个心灵医院 然后因为我这个人 我这个人是不做任何的事前的功课的 那因为人家都说心灵医院里面 就是闹鬼闹很凶 可是其实当下因为那时候 只是为了要想要派出洞 派出好的作品跟 就是一个形象的那个场景 所以想都没有想的 我们就打算要去那个地方 去做取景 那因为看网路上的资讯 跟别人的资讯 就是台南心灵医院 它外面是有那个铁皮包 包覆起来的 所以我们在拍摄前一天 我们就 我跟我的毕业制作伙伴 两个人先去探 就是场刊 因为怕想说 他如果围起来的话 我们进不去的话会蛮麻烦 所以前一天我们两个人 就自身前往台南心灵医院 可是为什么会想说 到心灵医院里面去拍 因为那时候 因为我是做 我本身是做服装的 那我们那时候的主题是跟 人体结构还有骨骼有关系 所以那时候想说 取一个废弃掉的医院 来做场景上的搭配 会有一个蛮憋致的感觉 这样 对 然后所以那时候 我们两个人就前一天就去 那其实台南心灵医院 又住台南人都知道 他正门口那条路上 就的确是铁皮屋围起来 但其实走到后面的话 你绕到后面 因为他是衔接一个 像是里还是 就是一个住宅区的 那个边边的那个小巷子 他其实后门是 没有任何遮蔽物 你可以直接从他两个木门 推进去的 那他木门的前面就是 就是有非常多烧碗的精子 那其实你看完 看到那些画面的时候 就是多少就会有点 小猫鼓悚然 可是因为那时候就是 时间紧迫 所以我们就也没有想那么多的 就跑了进去看 那因为我们也是有刻意挑白天 我们当然也不敢晚上进去 那进去的时候 其实他里面的结构呢 是有点像天井的模式 他是中间 他的建筑方向是 中间是一个口字型的 那我们就开始 一层一层的去找 我们觉得需要的拍摄场景 可是其实当下的时候 我心里还蛮慌的 因为对我来说 他的井都大同小异 而且他已经不再具有意愿 他本身的 宽敞啊 明亮啊 那种感觉 不是就是他已经没有像是 因为像我们 像之前我们看网路上的一些资讯 他们里面还会有一些什么 手术灯啊 或是一些 就是会具有医院 那个场景的那种 设备 设备 就是对 所以可是我们去的时候 其实包括 那些那个标本啊 那些东西 其实都已经被 有些人是打破 然后其实窗户也都被破坏殆尽 像是手术灯那类的 手术器材 其实也都被 被就是 卖破桶烂铁偷走之类 所以其实里面其实很空 那所以其实我一楼一楼在逛的时候 我觉得拍摄的 拍摄的场景跟 能用的地方 对东西不多 那其实我其实有点担心 因为那时候我们的那个 那个时间已经很紧迫了 那所以我们就一楼一楼 我就一楼一楼的逛 可是当我到三楼的时候 我要去四楼的时候 我的伙伴就跟我说 不要再上去了 场景差不多 不要再上去了 可是因为那时候当时我心急如焚 我说不要 我就是要上去 我觉得上面应该还有什么东西 我觉得应该还可以再找到不一样的景 可是我那时候伙伴就脸色大变 就说你不要再上去 不要再上去 就是疯狂的把我抓住 我就说 你的伙伴是一个女生还是男生 我的伙伴是一个男生 可是因为他跟我不一样 是他会在做很多的 那个事前的功课 可是因为我本身个性是不会去做功课的人 然后他就说 对这个地方的背景做了解 对我只会我只会大概就是那个Google一下 就是这里面有什么样的设备 或是什么样的资讯我可以使用 可是就是对于背景的故事 我可能不会去了解这样 他就突然跟我说 没关系我们出去 我出去再跟你说 我在这里不要讲 那其实当下我也很白目 然后可是 当他这样讲完之后 我就讲我的 真的不夸张 就是我的脚 一踏上四 要衔接四楼的那个台阶的时候 我就说四楼那个时候就传来 就是那个摔门的声音 砰一声超大声的 然后当下整个是鸡皮都要掉满地 因为 因为他里面的窗户其实 其他里面结构窗户是已经都被全部破坏大进 所以如果是有风的话 他不会是单单一扇门 而且那么用力的就是被合上 后来我离开那个地方之后 我的伙伴才告诉我 其实我忘记是四楼还是五楼 反正就是 那一个楼层他传说住了一个很凶的女生 那他不喜欢人家来这个地方去 他打扰到他 对 然后我觉得 那个这件事情还蛮奇妙的 你说之前 那就是你的伙伴有做功课 所以他知道这件事 对 他知道 他知道里面的传说 跟他们的背景这样 所以你是不晓得 所以你刚好进去了 碰到这件事 他就觉得很毛 他是先告诉你 不要打扰到 可能大家说很凶的 那个楼层嘛 对 对对对 那你自己感受的话 会觉得说 那如果有机会 要再到里面去拍摄 你还会去吗 其实我之后 我隔天还是有去啊 对 我之后隔天还是有去 可是我去的时候 我有帮大家 那个 就是帮所有的拍摄的人员 做去那个 高雄的那个 灌庙 求那个平安符 那其实 这其实也是 小小悬疑的一件事情 就是 我帮大家 求完平安符之后 那个绳子 跟那个 那个福袋 都是我们自己 去做绑的嘛 那其实那每一条 都是我自己绑的 都自己绑 然后自己发给大家 可是就在我们 隔一天拍摄完之后呢 当我弯下去 要拿我的摄影器材的时候 就我自己的 那个平安符 就硬生的断掉 而且不是从那个 绑结的地方断掉 他是在 那个线神的地方 他就直接是断掉的 对 然后我觉得应该是 真的那个地方 就是没事的话 尽量真的不要去 所以心里还是毛毛 那如果以后 还是有工作上 需要要去 你会去吗 如果有需要的话 可能 能推尽量推 对啊 因为这个地方 真的是怪怪的 因为我们那时候 也有一个拍摄的 那个 一个朋友 就是那个组员 他进去的时候 也是浑身发冷 而且就是发冷到那种 你摸他的手 你可以感受 他的身体 是真的很冰冷的 可是一离开 在那个地方 他的身体状况又变好了 对 那这个地方是你选的 对 那地方是我选的 那就大家不是都觉得 很莫名 全部都要跟你去一些 对 这很恐怖的地方 这故事听起来 也真是蛮惊悚的 因为你突然感受到 楼上有一 就是他 好像有冥冥之中 有 不知道的力量 听到你们的对话 而且他要反映给你们 非常 不满意的 对你们的行为 不满意的一个状况 对 嗯 嗯 那我们也知道你 就是也有到什么 桥头堂场去 是不是 对 那个地方又是 更早以前的故事 那我这个人就是 很喜欢去一些 奇奇怪怪的地方拍照 可是其实 因为对于我们 就是喜欢拍照的人来说 我们一开始 入门的时候 会觉得 像是废墟啊 这种地方 它所呈现的光影效果 跟 它的场景 氛围会呈现出一种 很特别的感觉 嗯 那这故事是发生在2008年 我那年刚考上大学的暑假的时候 是 对 那个时候 我们是 嗯 一票人 那时候 那时候其实 那时候的单影相机 没有像现在一样 这么的 呃 人手一台 那那时候是刚好有 玩摄影的朋友 带我们入门 然后去了解单影相机 这东西之后 我们去 乔路堂场这地方 做拍摄的一个 在哪里啊 这个堂杀 在高雄 它比较偏 那个高雄县的地方 嗯 就是它比较 就是捷运最后一站 嗯 对 它就是 其实还蛮偏远的一个地方 那 其实乔路堂场这地方 像大家去的话 它已经被 呃 改造成像是一个 艺术特区的感觉 比较有装潢过 可是其实它 早期好像是 军券的那种宿舍 就是它有一楼一楼的平房 然后 跟那个 小诊所 跟那个 小警察局这样 可是当我们去的时候 其实是废墟掉 完全是废弃掉的状况 就是 其实还没有人来 把它改成像现在的 艺术特区 的模样 然后那时候 我们去拍的时候 是有 四台 四台相机 嗯 然后 两男三女 对 那其实那天 跟行程有关系 因为那时候 我们去的时候 是鬼月的时候 就是高中生大学 那个暑假嘛 鬼月的时候 但其实因为我们也没有 很避讳 或是因为一开始 可能傻傻的之类的 然后就是 也不会觉得说 就是会 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其实 我们大家就是 以一个 想要拍出好照片的心情 去那个地方 对 那其实那天的行程是包括 因为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 它是有点一连串的 那那天的故事是包括 我们 我们的行程是 我们拍完照之后 我们要搭捷运去 另外一个方向 就是完全是一个 一个北高 一个完全是南高 这样 就是要到南高的那个 小港机场 去帮我们一个朋友送机 那天的行程是这样 白天拍照 那下午就是去送机 这样 那天我们就是 一群人浩浩荡荡荡 到桥桥场场拍照 我们拍照的时候 其实没有发生什么状况 其实在 唯一有一个状况 是我们在拍 其中一个平房的时候 那个平房的状况是 它前面有一个 就是倒塌掉的女儿墙 短短的 我们大家觉得 这个场景还不错 那我们四个人都拍了 这是非常奇怪的状况下 是 我们四台相机 拍下去的时候 有一个人的相机呢 电池一直闪红灯 那他自己还一直碎碎念书 他出门的时候 明明就有 换过电池 明明就有两颗电池充包 可是他那边换来换去的时候 反正他那台相机怎么拍 就是拍不下去 另外一个朋友 他拍的时候是 相机会当机 就是他会一直跳回主画面 他没有办法呈现 拍摄的那个画面 另外一个朋友的话 也是 好像也是当机还什么吧 反正就是 拍不下去 那反正整个人 整台四台相机里面 只有我拍下去 那我就是也是 很随性的两三张 就连拍下去 那我们就离开了 故事就先暂时到这边 那就是我们到 接下来我们要到 去机场送机的时候 因为我们是 大家那天是各自坐捷运 因为我这个人 就是不太喜欢带包包出门 所以我就是带了相机 香烟跟打火机 我就把 还有手机 那我就是把它放在 我另外一个女生朋友身上 的包包里面 那那个年代 2008年的时候 我还是用那个 Nokia 3310的 手机的那个年代 那一天我们在 就是大家聚会 要结束的时候 因为我比 这个女孩子 要提早一站下车 所以我就跟她 要了我所有的东西 那她跟我要了 她在翻她的包包的时候 她就突然看了一下包包说 欸 你有电话 我说 嗯 是吗 那我她就 因为她说我的手机在亮 可是手机拿出来的时候呢 我们当她都有点安静 那个女生 她一直以为是我在闹她 可是我真的是 向天发毒 是觉得说 那不是我用的 那个手机 那时候 它是呈现 发送讯息的状态 然后是 就是我打出去 给人家的状态 然后上面是有四个大字 是写 鬼月禁忌 其实 大家可能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 手机可能放在 呃 包包里面会互相碰撞 然后可能会打出这些字 可是 其实你鬼可能戒得了月 可是你月接不了劲啊 就是她的那个智慧型 就算她是夺智慧型的 那个字 连结啊 对 她不会连结到这样子的字 我们事后回想起来的时候 我们觉得应该是 我们那天在拍照的时候 有冒犯到什么 所以她其实在提醒我们 或是警告我们什么事情 故事在这边的 分成了两个字 两条字线就对了 我这个女孩子 她这个女孩子朋友 她回去之后呢 她就疯狂的 起蕁麻疹跟大发高烧 因为这个女孩子 她爸爸是诊所医师 所以她爸爸就立刻 开了点滴跟药给她 可是她爸爸就是 这件事情也把她爸爸 搞到疯狂 就是因为 她爸爸说她没有看过 打两包点滴 然后吃了这么多药的人 蕁麻疹完全退不掉 当他们就是在预测说 明隔天要送更大的医院 看检查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那个 因为我这位朋友的妈妈 是很虔诚的佛教徒 她就拿给了 我这个女生朋友 一串佛珠 然后请我这个女生朋友呢 就是每念一个法号 就转一颗佛珠 那我这个朋友 她在告诉我说 非常神奇的是 转完这些佛珠 念完这些法号 约莫一个小时之后 全身的蕁麻疹跟烧全退 她就觉得说 应该是那天我们去了 就是不太干净的地方 然后遇到什么不干净的事情 那另外一条字线 是我这边的故事 是我回家的时候 因为我家是住在 那个鸟松那边 它比较偏僻一点 其实我捷运搭完之后 我还是有一段 那个小路是要骑机车的 是 然后我回家的时候呢 今天就先埋下了一个小伏笔 我上楼去 check我那天整天的照片 拍的照片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 我很着迷于ROMO 像那个现在的滤镜那种东西 所以我们都会去 用后置的方式 Photoshop或Photom Pack 去做相片调整的方式 去调整那个相片的 不管是颜色啊 或是它的那个α或β值 那时候我们就 我就看到了我们那个 我说的那个女儿墙的 那个那张相片 那边那张照片是连续三张 还是四张这样 那张照片非常奇妙 就是我们一张一张看的时候 第一 因为它的那个平房 是有那个帘子的 然后它那种帘子是那种 早期就是可能是 阿公阿嬷家才会出现的那种帘子 它是一条一条的 可不是百叶窗 是那种直的一条一条的 然后横的这样拉过来 对对对 然后是软的那一种 它里面的那个窗帘 是那种材质的那个 的那个质地就对了 然后它前两张的时候 它那两张 那个窗帘都是合下来的 然后到第三张的时候 在左下角窗户的地方 那个窗帘似乎看起来 像是被微微的掀起 而且有一张脸在那边 我当时想说天啊 不会是拍到不干净的东西了吧 然后我就立刻 那时候还是MSN时代 我就把我的照片 送给我的那个朋友 我就跟他说 好像拍到不干净的东西 那我的朋友还很 就是冷静的说 那应该是什么 窗户的反光啊 就是你不要想太多 什么之类的 就是不要自己吓自己这样 结果隔天早上的时候 我那个朋友 早上七八点的时候 打给我说 天啊怀怀你的那照片 我帮你把那个亮度调高之后 在那个窗下 窗角的地方 就一张脸 非常一张 非常明显的一张脸浮了出来 然后我就说天 我就看了那照片之后 就有吓到 然后我就下楼 跟我妈妈说 就是要请我妈妈带我去 就是庙里走一走之类 然后给她看照片 那因为我妈妈本身有灵异体质 可是因为我妈妈 她虽然有灵异体质 可是她同时也是一个很tiki的人 就是她会觉得 很多事情都是 人自己去 想象出来的 对 或者是太多心之类的 对 而且因为我胆子从小就很小 所以我妈妈都会 都会觉得 很多事情她都会觉得 我是在自己给自己 就是找下这样 所以 但是呢 这次我给她看了这张照片之后 她竟然没有做任何的反应 说好 我们等一下去去庙里拜拜 我就说 哎呦 我其实我还调开我妈妈说 哎呦 这次怎么这么的 就是肯定这件事情 这样 然后我妈妈这时候 她就回答了我一件 让我觉得当下 让我猫姑送来的事情 她说 因为我们家的那个地理配置是 我们家有一个院子 中间才是那个房子 那我们从客厅 有一个很大的落地窗 可以看到我们整个院子 那我们家是铁门开了之后呢 我们要左转进去 到一个铁皮的那个 停车地方 那在徒步走进那个家 家里面 然后她说 昨天你回家的时候 我在客厅看电视 我跟你妹妹在客厅看电视 那你们铁门一打开的时候 我们就看一下那个院子 然后她说 我那时候还告诉你妹妹说 你哥哥带朋友回来了 不要打扰你哥哥跟你朋友 可是我只有一个人回家 是哦 对 所以她就看到我后面 载了一个人 对 这就是桥头长长完整的故事 那后来怎么解决这件事情 后来我们就去庙里拜拜啊 然后那个庙里的那 收金的师傅就说 我们不要去那种不干净的地方这样 嗯 对 然后后来这件事情 就比较解决就对了 就倒霉好一阵子这样 就也出车祸什么之类什么 麻烦的事都上来这样 是哦 今天非常开心请到阿淮 如果下次还有机会的话 你的母亲也有好多 惊吓的故事 可以跟大家分享嘛 对不对 嗯 好的 那时间差不多啦 感谢大家收听 这个礼拜五的来天二十 也谢谢阿淮来到 我们节目当中 谢谢 那我们有机会的话 再请你多讲一些 其他的恐怖故事 好的 那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要问你的话 也在下面 YouTube下面留言 也可以订阅YouTube 当然小光的FB 还有部落格 也可以上去看一看哦 谢谢大家啰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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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